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春天了 大家說春天曜曬 什麼意思啊 天氣忽冷忽熱的 尤其大太陽的時候很熱 高溫飆很高 那麼早上跟晚上日夜溫差大 這個時候最容易怎麼樣呢 感冒了 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沒有感冒的命 比方說像我們主持節目來賓都來了 我就算感冒我還是得來吧 這個時候到底要怎麼辦呢 有沒有一些救急 而且是正確的方法 另外如果真的比較嚴重的話 黃金48小時去做相關的治療看醫師的話 其實效果是差很多的 當然最好的是自己有免疫精中照 生活當中怎麼做呢 我們今天請到的醫師 包括台安耳鼻喉科的黃君鼎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張基 嘉義科 劉彥姿醫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醫師彭文雅 大家好 營養師宋米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健馨 大家好 健馨聽說你就是那種傲笑人嗎 我真的是傲笑人 你知道嗎 以前 我真的非常容易得到感冒 就是說你只要天氣忽冷忽熱 像最近不是中午的時候可以高到 但是你到晚上的時候忽然你就忽然發現說 怎麼剩下十幾度 我衣服都不知道怎麼穿 以前你知道早期健保卡還不是卡式的時候 還要用蓋的時候 我絕對是滿閣先生 因為我一定要用到B卡 然後而且蓋完了之後 我真的不曉得 就常常醫生就說 你怎麼又來了 只要喉嚨一痛 就一定會開始醞釀 開始到達發燒的一個症狀 所以你知道我現在 就是說只要喉嚨一痛 馬上去看醫生 而且更重要的是 像我前一陣子要去大陸出差大概九天 所以我就立即到診所去備藥 我就跟醫師講說 我自己自費都沒關係 你幫我備個五天 對 所以說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容易 很害怕 其實你的朋友又比較害怕你 對 真的 他剛剛這樣講 我想說要不要坐過來 真的 靠近我看 不只你知道我的枕邊人也非常的怕我 因為他會覺得說 你傳染到我沒關係 你傳染到兩個小孩 就真的是比較麻煩 所以感冒大家覺得說小問題 可是有時候真的會變大麻煩 尤其剛剛說的老人小孩 一來不得了 沒錯 其實像我們有時候在訪室的時候 去看譬如說奶奶 爺爺 他可能是糖尿病或中風 其實糖尿病他有一些飲食的改正之後 其實我們回去之後 可能兩個禮拜 回去發現已經往生了 很多其實都是因為從感冒 對 從感冒引起所謂的肺炎 然後可能就進入加護病房 就沒有再出來了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奶奶 他就是糖尿病 其實他慢性病真的控制得還不錯 只是飲食有點小小的要調整 跟他講完之後 然後大概一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之後打電話問說 奶奶在調整上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問他女兒 他說現在在住院進加護病房 就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結果後來我說好 那我可能再過兩禮拜再打 等到他出院 結果後來就往生了 天啊 對 就是他其實家人很不能接受 因為他會覺得說 他真正的慢性疾病血糖 糖尿病控制得這麼好 為什麼反而是感冒奪走 他的一個性命 甚至有一些他可能運氣好一點 他沒有往生 但是他回到家裡面 他可能就要佩戴一些氧氣罩 或者一些呼吸的一些 支持的一些機器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感冒 其實他可能是會 躲著我們的性命的 根據衛生署機關局的統計 上週的流感的案例 門急診加起來大概有十萬兩千七百多個 所以現在流感已經比較降下來了 可是還這麼多 對 還是這麼多 對 那甚至重症的案例有大概接近五十例 其中就有十四個 十四個病人是 就因為流感重症死亡這樣子 對 那大部分流感重症死亡 都是有一些慢性疾病 然後就是心肺功能不好 或者是他本身免疫功能又比較缺失 但是其中要注意有十二例 他沒有沒有施打流感疫苗 流感會這麼可怕就是 一大堆併發症 你看喔 耳朵中耳炎 跑到鼻子鼻痘炎 那肺呢 支氣管炎 肺炎 其實一般感冒也會容易引發肺炎 心臟的話不得了了 心胞膜炎 腦膜炎等等 還有這個激發性的細菌感染 據說我小朋友因為這樣 甚至連走路都有困難 之前就發生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有一個幼童 然後他感冒了幾天之後 感冒好了 可是忽然發現說 他走路怎麼這樣斑斑斑斑 一搏一搏的 對 這大概五六歲左右 可是你知道嗎 結果他父母親一開始也覺得說 他到底是因為活動過量還是怎麼樣 結果發現說越來越不對 那就帶他去看醫生 後來照了超硬波之後才發現說 他左髮關節這邊居然有肌液 就是說有那個液體系在那邊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他是化膿性的 一個關節炎 那醫生的診斷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是感冒的病毒 然後引起細菌感染 然後造成了這個東西的一個化膿 假設你家裡有小孩 你他感冒過後你發現說 走路這樣咯咯咯咯 你真的他絕對是重症 你絕對要立刻的去緊急去做處理 不要掉以輕心 不過這個東西是這樣 一般來講這種化膿性的髖關節炎 大部分可能還是因為一些手術 外傷 骨折 細菌跑到那邊去造成一個感染 那為什麼好好的感冒 它那麼小 對 那麼小 然後就是因為它那麼小 我們就發現說這種小朋友 他可能免疫力也比較差 再加上我們講說感冒之後 有一個病毒感染之後 譬如病毒造成了一些口腔的檸膜破損 包含或者是感冒 包含一些喉嚨的檸膜破損 那這就像打仗一樣 就是病毒就像一個先鋒部隊 它破壞了你的那個 這邊黏膜的地道防線 但細菌就很容易常去植入 透過血液就跑到這邊 那跑到髖關節之後 造成一個嚴重的發炎感染 那可能就會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只要也有症狀出來 其實就算小的感冒也好 當然流感要更緊絕 小的感冒怎麼辦 多喝水 多休息 可是偏偏我想在場 應該很多人也是這樣 醫師你們也是吧 對不對 有的時候就是得看診 人家已經排到掛到一百多號 你現在要怎麼停診 我也是 我排好了班 不要播新聞 沒有人帶班 我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有的人就是沒有感冒的命 你應該特別了解 真的 因為我覺得 我們從事新聞行業的 你根本沒有資格去生病 就算是說 所以說 只要你知道 現在捷運站上面 不是都會讓人家打流感 我鐵去打 因為我根本沒有那個命 然後你知道嗎 凱雲你剛才講到錄影 我也曾經有過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 我們有一次 我們就是我的公司要做 就我們公司要做一個專題 就是要介紹 全台灣一百家好診所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去走訪 走訪各診所 說哪一個好醫師非常會照顧人 結果我被分到了大概十個 而且分配到的都是台南跟高雄 結果那一陣子 我真的就是一直感冒 一直感冒 照道理講 我應該不用醫生釋法吧 我只要去問說 問說那個醫生的醫術好不好 結果你知道我每到了一個診所 我說醫師 不然你給我看看 好 我順便測試你一下 你的醫術 所以你知道我從A到B到去實交 我真的看了 看了是 除了那個婦科 還有就是那個精神科 我沒有括號以外 我其他我都用神龍長白草式的方式 去親身體驗 所以那一期我覺得 我應該我的報道非常的準 真的 像我們這種青壯你在拼的時候 你們應該也遇到過吧 有沒有人一來告訴你們說 醫師趕快幫我救急一下 我其實有一個 影響很深刻的案例 那是我是上一個廣播節目 然後廣播節目是Live的 所以到了之後 就主持人一直不出現 想說Live怎麼辦 是要叫我自己開始講嗎 我就想說等等等 然後就看一個全身包得緊緊 然後只剩下一個眼睛的那個人 竟然我以為是工作人員 我就說 我是不是走錯露營室還是什麼 他就說我是主持人 我就說某某某哥你怎麼了 因為我以前有錄過他的節目 我就說那這樣你今天怎麼辦 他說沒辦法 對 就是整個就是傻眼 用氣聲 我幫你開個賞吧 不然怎麼辦 怎麼開賞 開賞 開賞其實就是把他的任督 惡脈把它打通 大概這個意思 因為終於有氣的觀念 我們覺得人體有一個 看不到的氣場 但是這個是電磁波 它是測得到的 那這個氣場如果比較弱的時候 那個風邪精 你就感冒 所以如果是發生在喉嚨 這邊的氣場就比較弱 所以這邊我就下了一針 叫雅門 雅門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聲音 聲音塞牙 你接下去它就會開賞 雅門加一針之後 有一點點聲音 我不太滿意 百會再加一針 它整個聲音就出來了 就跟平常一樣 那它在錄廣播的時候 就是插著兩個針 還好是廣播 所以沒有人知道 可是它一直很怕 如果是我還不能用這一招 可是電視的話 就是頭髮會遮住 這是另外一個經驗 結果它很怕 它的忠實聽眾不知道 一直講 一直講之後 那些聽眾一直想看它 然後最後還是把照片 PO上它的FB給大家看 證明它真的是這麼賣面 聽說那個收視率 收聽率就超高這樣 結果後來就是我要走了 我還是得幫它出征 一出來就 沒了 我是回顧牆嗎 馬車消失了 聲音拔掉聲音就沒了 就完全就沒了 他說這個也太誇張 我就說 因為它針就是直接刺激經絡 所以救急 那你平常就是要保養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對 那希音應該也遇到過這種拔來 拜託你們救救我這樣 對啊 感冒機的時候 來人就說要趕快煮一下 然後要很快的 就是可以回去上班這樣子 其實我們自己看診 你不能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你哪有跟患者比熟悉 對不對 然後有一次其實就是因為 連三診 你那一天不能沒有聲音 那我們怎麼做 而且人家都說 醫生你自己都沒聲音 還叫我多熟悉 自己都在那裡看診了 然後那天早上真的也是 自己偷偷就吃了一顆類固醇 其實類固醇 它被叫做美國鮮丹 不是沒有原因 是因為它效果真的很好 但是類固醇 它就是可以很快的 抑制你的發炎反應 所以你可能就是聲音下來 你會突然的有聲音了 然後你會整個人精神變得比較好 對 所以說其實我自己有時候 真的很萬不得已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試 當然你不能說整個感冒的 那個那個 日程裡面都在試 那我這一陣子都得忙 就天天吃 天天吃 天天吃 不好 其實一次 因為長期的使用類固醇 它會壓制你的免疫能力 所以因為畢竟你的感冒 還是一個病毒的感染 如果你壓制你的免疫能力的話 讓你的細胞 就是免疫細胞沒有辦法打仗 那其實對於整體的那個病程 可能會拖很長 所以我們不太建議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基本上 因為我昨天去看了一下 我發現去年還真的有一個研究 去做這個 它就說在感冒的時候 然後讓它去吃一顆類固醇 就一顆 就是一次而已 然後它其實就可以有效的 緩解它的症狀 那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副作用 但唯獨就是一次 而且要口服 今天不要用打真的 所以咯 救急的時候 真的去找醫師 真的非不得已 醫師可能會幫你用一下 但是不能長期 可能接下來免疫會比較弱 還包括了一些月亮蓮 水牛肌 腎功能 敗壞都會出來 所以感冒想要快快好 就要來請教醫師 到底有什麼樣的好方法 我們先請劉醫師告訴我們 感冒想要快快好 你會教大家怎麼做呢 老祖中的這個智慧 就是這個蔥白豆豉湯 那其實預防感冒就是這個 蔥白豆豉湯 研究起來 它有一些蔥坤 蔥丁 這一類的一些化學成分 可以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本來會覺得有點像人生茶 中藥的味道通常會令人怕怕 可是這個我覺得還滿甘甜的 還可以 滿好喝的 為什麼耳朵又 我看到大家喜歡找你們 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也想很久 真的嗎 你臉上只要有動的地方 他一定會給你東西進去吧 口頭噴一噴 鼻孔都一弄這樣 對 然後看一下耳朵 然後耳屎都來幫你夾一下這樣 劉醫師告訴我們 感冒想要快快好 你會教大家怎麼做呢 感冒如果想要好的快 我大概就是有幾個東西 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關鍵字就是 B加C加薑黃 我自己快要感冒的時候 我就會吞比較大量的 維他命B跟維他命C 因為它就是抗發炎的一個維生素 特別我們在感冒 或者是你會感冒 大概就是你那一陣子 免疫力比較差 那免疫力比較差 說譬如你熬夜 或工作壓力大 你這些微浪元素 自然就是會流失的比較快 所以我會大量的去補充 這個維他命B跟維他命C 那當然可以從食物裡面是最好 可是有時候你要很快了 大概就是營養錠 營養錠要給它下去了這樣子 那再來第三個叫薑黃 薑黃算是一個抗氧化 跟抗發炎能力很強的一個 最近也是保健食品很豐盛 然後我跟製作單位在RED的時候 他們說那是咖哩飯嗎 然後我就想說沒有 薑黃這個在腸道吸收的 它的可利用率不好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 它的有效劑量 你可能要吃一大桶的咖哩飯 所以基本上如果在快感冒的時候 大概就是會用補充錠的方式 你大量的有這些營養素的補充 可能會讓你的免疫力比較好 自然就是感冒就會好得快 小燕姐她其實在縱橫 在演藝圈這麼多年 她就常跟工作人員講說 如果她覺得自己快要感冒 她就會吞一些C片 是真的有幫助的嗎 對 其實預防感冒 用維他命C這件事情 確實是在國外也非常風行 然後但是研究告訴我們 如果說你真的平常要預防感冒 你平常就要注意它的補充 對 那真的感冒了再補充的話 還是有點幫助 但不是真的很神奇的療效是沒有 但是還是會有點幫助 很多超商或很多比如說 藥妝店都買得到 甚至有些做得很好吃 很多人把它當糖果在吃 其實大家日常生活中 因為一天我們維生素 C大概是一百五十毫克 你如果大量補充 比如說補充到五百甚至一千 我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臨床上 你有些人補到四千 四千毫克的話 當然它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它是水溶性 就從我們的尿浴中排出 但是如果你長時間補到 比如說三四千的話 忽然停你的身體會有維生素C 戒斷的一些症狀 就反而會出現缺乏維生素C 包括牙齦腫脹 牙齦出血 所以當然你要補充的量 比我們剛剛講一百五十毫克 稍微多一點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真的要補到 十幾二十倍的話 其實長時間下來還是不太建議 OK 所以我們營養師感冒想要快快好 你會怎麼建議呢 如果我已經覺得喉嚨開始有點癢癢 我就會開始水一定一個先雙倍 雙倍多喝水 然後維生素B群跟維生素C 這個兩個營養補充病 我家裡都有 可是我不會每天吃 我可能就特殊的地方 比如說最近比較累 然後飲食比較不正常 我可能就會稍微補充一下 那很多人說 那我如果日常生活中 想要吃一些維生素B群的食物呢 其實包括像牛奶 雞蛋 或者是一些顴骨類 還有一些瘦肉 瘦的 不是肥的 瘦肉裡面其實都含有很多維生素B群 那至於說 而且要特別強調 很多人除了補充維生素B群之外 他還補充維生素B的單方 這樣子可能就會雙倍了 那維生素C的食物一般來講 像這個季節有柑橘類 草莓 然後芭樂 還有奇異果 還有一些蔬菜 但是要特別強調 蔬菜一遇到高溫 維生素C就被破壞了 所以麻煩你選擇你願意生吃的蔬菜 像是甜椒 小黃瓜 這些都有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發酵的食物 因為我們都知道 發酵食物 因為主要是維持我們腸道的健康 我們其實有超過一半的免疫系統 是在腸道 所以其實跟大家分享 對 多吃一些發酵食物 像是益生菌 比如優格 或者是優酪乳 或者是像一些味噌 泡菜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大概兩三天 就會當作早餐的一個選擇 水果優格 對 水果優格 因為其實光吃優格有時候有點無聊 我就會把家裡面的 比如說前一天剩下的水果 或者是家裡有的水果 現成把它切丁 切片 然後加一點芝麻粉 然後加一點葡萄乾 甚至再加一點麥片 其實蠻大一碗的 對 蠻大一碗 它裡面有麥片的澱粉 有優格的蛋白質 然後也有堅果的黑芝麻 所以其實它該有的營養素 該質也有 對 再加上水果 又可以依照不同的季節做變化 所以其實是一個滿簡單 而且又有變化很多的一個早餐選擇 OK 好 那中醫呢 感冒想要快快好你的法寶 老祖宗的這個智慧 就是這個蔥白豆豉湯 那其實預防感冒 就是這個蔥白豆豉湯 它的材料非常的簡單 蔥白你就是取那個蔥 比較偏白色的部分 一把大概20根 然後蛋豆豉 對 蛋豆豉就是我們一般食物 吃的這個豆豉 那這個豆豉的話 我們一般會去中藥房買乾的 平常煮菜的豆豉它比較鹹 對 而且比較濕 它看起來就像是這個黃豆乾掉之後 對 它就像乾的 對 比較乾燥的一個就是 沒有味道的豆豉 幾乎不加鹽下去就是醃的 所以媽媽們不可以把家裡面的豆豉 加進去用去中藥房買 應該是如果你要用家裡的豆豉也可以 可是會太鹹 因為我們這道茶飲喝太鹹的話 對身體又不好 那這個蔥白豆豉湯的煮法就是 二十根蔥白加上二十顆的豆豉 然後你取五百CC的廢水 煮滾之後就是滾兩分鐘 再燜兩分鐘 然後去渣之後過濾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一杯 大家桌上也都有可以先聞聞 你大哥應該要喝那杯吧 真的 我應該要喝一杯 整壺拿給我好嗎 我覺得真的平常都要喝 對 而且剛剛特別講 發酵的東西中藝講五行 乾心皮肺腎 皮為肺之母 而且皮是居中間 所以如果你的肺氣要充足的話 你的脾氣要好 所以你腸胃的腸道菌要好 你腸道的免疫力要好 你身體才不會容易感冒 像我如果這樣煮一杯 我不會一次喝完 我會像大家這樣喝個三十CC 然後一天喝六次 就是去保養它 但你很累很忙 快要感冒的時候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茶飲 然後一次 大概一個早上喝兩次 兩三個小時喝一杯 一天喝六次左右 可以預防感冒 效果還不錯 劉醫師對 你覺得喝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它 蔥的味道很明顯 可是又不會很辛辣 是很溫和的 對 甘甜 本來會覺得有點像人參茶 而且會覺得很中藥 而且喝起來不會 因為中藥的味道 通常會令人怕怕 可是這個我覺得還滿甘甜的 因為蔥白這種東西 我們講蔥就是 它可以有蔥力 它就是可以有辛辣 辛辣的東西 它就是上升 所以可以把你的廢氣往上提 對 辛就是發散 而且它就是研究起來 它有一些什麼 蔥坤 蔥丁 這一類的一些化學成分 可以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除了說喝這個茶飲之外 蔥白 豆豉湯之外 他可能想說 那我今天煮的時候 就來煮一點 有蛋白質的蚵 然後跟豆豉 就是說加強版 這樣有沒有用啊 或者我今天出去外面點菜 我就點一個蚵仔豆豉 然後豆腐豆豉 有沒有用嗎 我覺得一定也可以的 但是不要少了蔥白好嗎 不是叫蔥白 蔥白 對 其實蔥白是主角 你要在裡面加更豐富的蚵仔 如果感冒食慾還這麼好 恭喜你 大概一定不會感冒 為什麼 因為蔥白它就是有一點 就是很小的調味料 可是它的位子舉足輕重 而且重點它是要新鮮的 所以它新鮮的 你直接就是灑在上面 有維他命C 有B 對 然後還有很好的這個 像蔥綠的部分 其實它也有一些成分 可以讓我們的感冒 好得比較快 OK 如果大家都已經做足預防工作 然後還是中耳 不小心中耳的話 而且是中流感耶 對 如果是 你已經前一兩天的症狀 就很強烈 高燒 全身痠痛 骨頭痛的要命 然後人都爬不起來 那我會建議早一點 使用客流感 我有聽說48小時之內要用 是不是啊 對 因為它的使用是 就是說如果你在症狀開始之後 超過48小時之後 使用客流感 它的幫助就不那麼大 客流感主要的效果 是可以縮短 這個症狀的時間 第二個是可以減緩 症狀的嚴重度 客流感是個人也都知道 它就是一天早晚 然後一定要吃五天 不能短 不能短 一定要把它吃好 吃滿 對 就是不能短 就五天一定要吃完 就算你中間症狀好了 你還是要把它吃完 不然我們還是擔心往後會有些抗藥性的問題 對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說 好像年輕啊 沒關係啊 流感來一下就走了 大家知道小天后 蔡依林嗎 他是超拼超拼的人喔 這次也是倒下來 一開始大家是傳說 他得了皮蛇 就是背爪 結果後來發現說 原來他是因為 因為得了流感 然後腸胃炎 然後併發三叉神經 去感染那個帶狀泡疹 就聽說啦 一開始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也覺得不以為意 然後說他應該覺得多休息 結果醫生想說 他以為他自己不怎麼樣 可是醫生就說 你很怎麼樣好不好 麻煩你留下來 留下來住院休息 然後這個事情就被傳開了 然後他也在他的IG跟FB去說 我其實休息之後已經好很多 但是大家都發現說 其實他真的滿臉的病 跟以前的那種神色光彩不一樣 最近不是另外一個很夯的新聞就是 米其林 對 然後我們的小天后 去整個腺除疫 然後這時候大家觀想 就說你的感冒到底是有好嗎 然後他那時候才跟大家講說 去分享他整個感冒的一個經歷 最重要的他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流感真的不能脫 要不然的話 你會有非常多的一個併發症 你並不曉得 可是我有一個好奇 因為每次走過耳鼻喉科 就看到醫師你們真的是大小同吃 你知道嗎 那個如果小兒科就是小朋友 然後你們就是有年紀大的引髮族 然後有我們這種平常上班族 還有小朋友 為什麼耳鼻喉科大家喜歡找你們大小同吃 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也想很久 我覺得可能關鍵是在於說 耳鼻喉科大部分會做一部分的局部治療 因為不管是大人小孩你在生病的時候 如果你有經驗過的話 你就會發現整個濃鼻涕或是痰塞滿了整個鼻腔喉嚨的時候 那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尤其小朋友他不會醒鼻涕 對他有時候爸媽看到他晚上一整晚上輾轉反側 然後一直塞住呼吸困難 對那就很心疼 可是在比方說診所或者是我們在門診看 我們耳鼻喉科可以做一些局部治療 幫他把鼻涕跟痰抽乾淨或是蒸汽治療 讓他的痰比較化開 黃醫師講這個局部治療我覺得很有感 我們科 因為大家都喜歡去看感冒的時候 耳鼻喉科就是你臉上只要有動的地方 他一定會給你弄一些東西進去 喉嚨噴一噴 鼻孔都一弄這樣子 對 然後看一下耳朵 然後耳屎都幫你夾一下 有多的地方他都要給你看一下 然後我們也是發現了這一塊 所以我們後來在我們自己家醫科的診間 也放了一台就是局部治療的那個座椅 那確實在立即的環節上面是有幫助的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大家很喜歡看耳鼻喉科的原因 不過大家還幫家醫科講講話 家醫科基本上也是還是從老小都是可以看的 包含其實像小兒科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科 大概就是說你有一個固定的醫生看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不管是看哪一科 其實他瞭解你的病況 那他可以看得出來說 你這次感冒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 然後可能就可以比較早的發現 你有一些問題 那把這個問題揪出來 其實會是比較好的 我有一個案例 就是回應剛剛加醫科 中醫也很類似這樣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看了很久的病人 他都是來看這種肩膀痠痛 因為七十五歲 他肩膀痠痛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一定的 而且他以前還有救傷 所以有治療就好一點 然後他最近來就是也是得了這感冒 就想說我感冒就順便看一下 然後把脈之後 我就說你這個感冒 跟你以前的感冒都不一樣 結果後來是什麼 他已經併發心肌炎在喘的感冒 跟平常他的那種咳嗽不一樣 因為他這次悶了很久 然後兩個禮拜沒有來看我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就說 因為他一直感冒一直吃不好 然後他就一直拿感冒藥 什麼C什麼的 一直自己吃 不好 我就說你這個不是感冒喔 你最近血壓藥是不是亂吃 他就說我最近控制比較好 我就不吃了 結果他就是感冒藥也沒吃 然後血壓又不穩 然後後來發現到醫院去抽 他那個發炎指數已經上升得很高 就心肌發炎 所以有一個固定的醫師 這次才可以知道你病情的 我覺得真的有差 中醫還是建議 平常就多做一個穴道的按摩 河骨穴大家都知道嘛 很簡單 就虎口的位置 我們現場應該只有你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感冒喔 我覺得我今天這樣到了 真的 你看他這邊肺筋是凹陷的 有沒有看到 他的肺氣就是很弱 不足耶 突顯那時候他找不到 所以他按不到 我到底還有沒有救 有 感冒想要快快好 剛剛包括營養師啦 醫師提供了很多 生活上的好方法 但是 有一些狀況不能脫喔 比方高燒不退 意識不清 對 如果說有高燒不退 超過48小時 甚至引起意識不清的話 那表示可能有一些 重症的跡象 那比方說有病發些腦膜炎 或是病毒 細菌跑到身體其他地方 導致高燒一直退不下來 這個時候就要儘速就醫 這個感覺意識不清 就已經很危險了 還有胸悶胸痛 他胸悶胸痛的感覺 跟一般我們覺得 心臟病啦或怎麼樣 他有沒有是一個特殊性啊 就需要看他是可能 比較像是心肌炎還是肺炎 如果是心肌炎 他就會跟那個心臟病 那種胸悶的感覺有點像 是像石頭壓著 對 就是像石頭壓著 或者他覺得心跳很快 然後覺得心肌這樣子都會 然後其實胸悶胸透 跟氣喘鬚鬚 是可以併在一起講的 因為流感最常見的那個 併發症還是肺炎啦 其實我們真的也是 常常看到那種五十幾歲 你覺得他免疫力很好啊 來 然後可能就是 葬事的自己免疫力好 所以他流感了也不休息 那可能連續燒了四八小時 然後來門診的時候 他就是很喘 然後去叫X光 就是一個大夜行的肺炎 他就是一個重症 那也是要住院 通常像凱雲一開始提到 那個五十幾歲去住院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就可能也要住大概一兩個禮拜 大家打抗生 就用客流感 那如果細菌感染可能 還要打抗生素 這樣治療的時候 才有辦法處院 所以其實流感的時候 重症的時候 一定要盡早看醫生 我高燒不退 我再問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情況是 你吃了退燒藥 它會下來 然後後來又上去 這樣就算是所謂的 高燒不退嗎 如果說你吃了退燒藥之後 它會下來是合理的 但理論上你要看 它燒的那個幅度 就譬如你本來都燒到 三九四十 你下次燒的時候 變成三八三九 它慢慢的溫度有在下來 那我們覺得是有改善的 那個健康慢慢有在拉快 我們也覺得是有在改善的 可是我們就是看過那種就是 你退燒藥吃了 可能四個小時又燒起來 一直燒 甚至越燒越高 這種需要特別注意 OK 好 血壓降低 所以反而不是血壓飆啊 應該是說 一開始我們在發炎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是血壓飆 心跳快 這種交感神經會很旺盛 可是如果說你嚴重到 產生一些我們講 拜血腥休克 那血壓就會降低了 那這時候一定要趕快來看 那我們也不會隨時量血壓 會有什麼感覺 你可能就會覺得人很疲倦 頭暈 然後不舒服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因為血壓 在一開始下張的時候 你會心悸 所以你會覺得 你自己心跳很快 那這時候一定要盡早的 來看醫生 所以這幾個症狀啊 心悸這些呼吸 氣喘失去都是結合在一起的 對 好 那耳鼻喉的部分 包括了 咳血 濃 鼻涕還有濃痰增加 最常見的是 剛開始的細菌感染的徵兆 如果你的濃鼻涕濃痰一直增加 那基本上可能還是要 就是就醫治療 那咳血的話 就要看它的咳血的狀況 如果是偶爾一次 比方說你這感冒了三四天 咳了一次血 就是痰帶了一點點血絲 那可能只是因為 你劇烈咳嗽或微血管充血 造成表面微血管破例 對 那一次之後就沒有 那也許還好 可是如果反覆的出現 一兩週 常常都出現有痰帶血絲 或是甚至枕頭的血 那就不尋常 就要盡早就醫檢查一下 其實心理上你常感冒 這些症狀啊 濃痰 濃鼻涕等等 我現在就有 然後另外你知道嗎 醫生有動的地方都幫他看看 營養師真的很怕我 我想說 是 我下次我會戴口罩好不好 而且另外 我覺得我血壓也是 但我血壓是一直很高 但我自己是有高血壓 然後 然後我也常會高燒不退 所以說 但我沒渴血 可是我覺得痰 還有就是說 我每次都是那種喉嚨 忽然 我只要喉嚨一絕的緊 一定鐵感冒 而且一定是 是六到七天 否則的話沒有辦法 完全康復 這也是大家的疑問 就是說 是因為哪一個人 他哪裡弱 那哪裡的症狀 就特別容易出現嗎 還是說是因為病毒攻擊不一樣 有時候攻擊鼻子 有時候攻擊喉嚨 同樣的病毒感染到不同的人 會產生哪裡的症狀 其實都不見得完全相同 除非他這一型的感冒病毒 特別比方說是腸胃型的 他就會有腸胃症狀 可是有的人是他會發燒 喉嚨痛 有的人是沒有喉嚨痛 只有咳嗽 燒也沒有 這都不見得 那有時候是跟體質有關 有時候是跟你自己 常使用的地方 也許我們過度使用聲音的人 他喉嚨就特別容易 腫脹發炎 一旦發炎起來 這邊的腫脹或是疼痛 就會特別厲害 其實我們以中醫來看 我們會覺得 身體的脹斧 五臟 乾辛皮肺腎 每個人都有他先天 比較弱的臟 這跟你先天出生的季節 或者是你的地區有關係 你是什麼季節 我是冬季 我是大約在冬季 大約在冬季 所以你出生的季節是偏寒 然後我要說的是 其實剛剛一錄影 我不好意思說 我本來想說你聲音 就是有點暗聲 然後就是有一點鼻塞的聲音 就是平常 如果這個算 平常不這樣 有磁性 不要這樣講 有磁性 對 如果平常就這樣 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他其實只是就是沒有比較嚴重 現在是比較不嚴重的狀態 但是他應該還有就是 假設你去度個假 會有更OK的狀況的情況下 對 所以他平常的免疫力 就是已經在一個緊繃的狀態 他大概只要 對 旁邊的人 稍微有一點點感冒病毒 或比較疲勞 可能就會 就會像他講 為什麼會一直一直感冒的體質 就是像這樣子 好 所以免疫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要來打造 免疫的精中罩 這比較重要 劉醫師 我們怎麼樣 讓自己的免疫力 調節在好的狀態 太高太低都不行啊 對 每次我們免疫力 要把它調得剛剛好這樣子 然後第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睡得好 睡得好 其實睡眠 它就是你在睡眠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會進行修復 那你長期的熬夜 基本上它就是會 壓制你的免疫系統 讓你的免疫細胞 整個就是很弱這樣子 所以一樣的病毒 可是你軍隊很弱 它就容易肆虐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軍隊 給養強壯 第一個就是睡得好 第二個是我覺得每天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吃到五色的蔬菜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些人會偏重在 某一些顏色的蔬菜 譬如說吃綠色 吃深綠色 可是其實像有一些 譬如說紅色 紫色 各式各樣的蔬菜 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譬如類黃銅 質化素 維他命B 維他命C 然後跟一些微量元素 其實它都是 我們體內的免疫細胞 需要的養分 所以說你一定要每天 盡量逼自己 大概五色蔬菜都要吃一點 再來還有一些遜菇類 遜菇類就是它本來就是 對我們的免疫力調節是有幫助的 所以你平常也可以吃一些菇類 OK 好 趕快記筆記喔 調節免疫力的關鍵字 彭醫師 你的推薦喔 終於還是建議 平常就多做一個穴道的按摩 核骨穴大家都知道 很簡單 就虎口的位置 我們現場應該只有你不知道 結果他一直感冒 結果他一直感冒 我覺得我今天真的到了 真的 那我要再講詳細一點 肺筋 像筋絡肺筋怎麼走 從肺 它筋絡是走在肌肉 跟筋膜中間 所以它在體表進進出出 然後沿著內側走到我們的 手的虎口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先自己感受一下 有的氣比較強 這樣子摸 你就會感覺到身體有一個氣 你說不要碰到身體 不要碰到 對 這樣子喔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它是身體的一個氣場 有的人氣很弱的 你就會什麼東西都摸不到這樣子 有的練氣功能就會比較有感 對 你順一順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就是自己甩一甩手 就是先讓它 有點暖身的動作之後 在你的虎口處 你可以先輕拍 就是等於是先暖身它 然後你可以兩邊輕拍 你就會覺得開始溫暖起來 尤其是手掌跟手指的位置 然後兩隻手去敲它 像筋形的手就是 裡面最僵硬 它就 對 這樣子 就是氣是一個像氣球 它是一個很柔軟的東西 所以肌膜它的這個走向 就是一個要有配合呼吸節奏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 配合自己的呼吸 一呼一吸這樣子敲 慢慢敲手指頭 就會覺得比較溫暖 當然如果這樣做比較困難 還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發現 有這種所謂的袖套 因為肺筋感覺是要防曬 或者夏天去 對 但是夏天有時候在冷氣房 然後我就想說肺筋就是走這個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在打電腦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虎口跟這個 手掌的位置這樣包住 它會很有效的預防感冒 所以重點是這個 河骨穴 對 就是避風的意思 跟勞工穴都要把它包住 對 其實就是這整個保暖 你會比較不容易感 就是我們外出要戴帽子 然後在室內 我們要把這個部分把它包住 就是滿有趣的耶 就是這裡 像男生有時候可以去買那種護腕 有的護腕 看起來很帥有沒有 對 也是很帥的也有 那也比較時尚 這種就是女生如果會冷 可以把袖子拉高 也不錯啦 對 所以把這個地方保暖 才是真正解決的方法 來 那河骨穴 你就要健身找一下 對 我們如果把手心向自己 然後手這樣子就是 大拇指把它放下來 跟四指平 然後另外一隻手的大拇指 往這個最凸的這個河骨壓下去 你把它壓下去 往小指的方向壓 再用力一點 然後你手要高一點 你的左手要高一點 對 然後壓下去往小指 被壓的那個大拇指要放輕鬆 可能這樣 你這個太僵硬了 你太僵硬了 對 我受不了了 難怪我會一直殘年病他 真的 殘年病他 首先這個手太僵硬了 好 放輕鬆 嚴重醫師都已經受不了了 放輕鬆 你掐成這樣還是沒有按到 你看它這邊肺筋是凹陷的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這邊是不是鼓起來 鼓起來 然後它這邊是整個凹 對 它的肺氣就是很弱 不足耶 對 你看我這邊是整個凸起來 所以我剛剛說凸起來 它找不到所以它按不到 我到底還有沒有救 有 然後這樣子就是 最凸的地方 它是在比較偏這裡 所以你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沒有感覺酸酸麻麻了嗎 有 比較有了 應該比較有了 因為它的氣真的是很弱 好 這樣子 好一點 是舒服的 其實是很舒服的 所以這是 好有感喔 中醫的方法 河骨穴我們平常按 也可以當作保養 就是讓自己的免疫力調節比較好 對 就是防範胃病 因為就是 你每次都等到發生了 再去治療 總是要吃些什麼這樣子 太麻煩 所以我們平常食物呢 我們感冒還可以就是 醫自己基本的體質 比方說在冬天出生 它基本體質其實是寒 但是呢 有時候你的生活作型 都熬夜以及壓力比較大 你外在的表現是熱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怎麼分寒跟熱 就分這兩種很簡單 寒就是 然後你可能會拉肚子 容易流鼻水 這叫寒 寒者熱汁 寒的就是熱性的一些食材 像肉桂 生薑 可以讓身體溫暖的東西 它就會改善你寒性的體質 所以在沒有感冒之前 寒性體質 就是要多吃生薑跟肉桂 那如果是熱性體質呢 就是夏天出生 冬天也沒辦法穿長袖 一天到晚臉脹紅 流汗 又便秘 口臭 痘痘很多 這個就是熱性體質 熱者良知 用什麼量 不是冰塊喔 是用這個菊花 甘草 比較可以降體溫 甚至枇杷葉 潤肺的 就是適合這種熱性的體質 所以在你感冒有熱像的時候 你可以吃一點比較涼的 但平常保養 你可以吃一點 就是比較溫暖身體的一些食材 好 那這些都非常的生活實用 黃醫師方面 中規中矩版 那我們就回歸到感冒的病毒 通常是飛沫傳染 所以要有效的預防 感冒積極要有效預防感冒的話 戴口罩是最直接 最方便的 那戴口罩有一個部分要注意 就是說不能重複使用 你貼合臉部的地方 要把它戴好 不要漏了很大的風進來 那飛沫就跟著進來 這樣就沒有效果 所以口罩不要重複使用 脫下來的時候 也不要到處摸來摸去 因為你要想說 它已經是可能在外面 沾到別人的飛沫了 那你已經戴了半天了 你需要換的時候 就不要摸來摸去 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 我會建議大家 大概就是有流感疫苗的時候 盡量都要去施打 對 因為流感疫苗是一個 就是等於是我們群體 防禦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說大家都有施打的話 基本上流感病毒 在這邊肆虐 就是在人跟人之間 這邊流竄的這個可能性 就會少很多 形成大流行的這個可能性 就會比較低這樣子 好 還要記得多洗手 這是平常提醒小朋友的 那營養師呢 你自己在條件免疫力方面 很厲害 你會建議怎麼做 不要懷疑它就是靈芝 然後它居然有一個小孩的大 它大概七十五公分 一般我們點擊講這個 靈芝是說它就是養生補元氣 什麼炎年益壽這一類的 所以經常真的會有 民眾就拿那個很大朵的說 這個我們家增長很久的 是不是 對 應該要來給它吃一吃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已經木質化了 擺在家裡很久 那個木雕上面的那一朵 一定是木質化 除了講到木質化 甚至有些已經發霉 那個霉不是我們講這種菌菇類 有的它會噴亮光旗玉反發霉 那營養師呢 你自己在條件免疫力方面很厲害 你會建議怎麼做 對 其實的確在季節交替 或者是溫差比較大的時候 其實我跟劉醫師寫得滿像的 除了沒有講到Omega-3的油脂 因為其實我們像Omega-3油脂 對於我們這樣 預防慢性發炎 其實都有一定幫助 還有就是跟劉醫師寫的一樣 菌菇類 因為菌菇類其實它本身 當然我們知道它的膳食纖維很多之外 其實它有所謂的多糖體 對 多糖體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不陌生 但是其實它在我們身體裡面 調整免疫 改善一些過敏體質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文獻也發現 它有降低血糖的一個效果 對 那其實像說實在 你說叫我怎麼去選這種什麼靈芝 或者選擇一些比較 所謂比較偏中藥材的一些東西 我其實也不太會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還是需要這樣子的一些產品 來幫助我們調整免疫 所以其實像我自己在選的時候 比如說坊間這麼多產品 我通常在選第一個 我就會選擇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國家認證的 對 國家認證的一些大品牌 因為大品牌其實在製造的一些流程 或者是在製造的過程 嚴謹度會比較高 那還有營養師在選擇保健食品 一定會看到一個標誌 什麼 就是這個 小綠人 一定要有 因為這個代表通過 非常多的層層的一些關卡檢驗 其實我們消費者在使用上 包括它的功效性的一些檢驗 或者是安全性的檢驗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吃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是 說不定你是把一些毒吃下去 所以其實像有小綠人 他是連毒性的測試 他都有在把關 所以安全性也是會提高的 再加上講到其實 比如說靈脂多糖體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可能買到的產品 他根本沒有標示清楚 我覺得是一個問號 所以其實像 舉例來說像這個 它有標示說12% 其實在業界來說 是非常非常高的 對 所以其實有這些標示 健康認證的話 其實我們消費者在選擇上 會比較安心 而且真正可以把這些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多糖體 還有一些就是像三鐵類 可以幫我們鎮靜止痛 甚至有些有機者的這些條件 我們要調整我們身體 機能的一些成分 吃下身體 讓我們像剛剛凱雲講的 季節交替溫測比較大的時候 所以這是你的方法就對了 其實靈脂大家都會有一些 很神秘的傳說 小時候記不記得 我們看那個電視 有那個靈脂吵人 透露人名了 沒關係 我們都是同一群 對不對 那他就是很可愛之外 大家都要搶他 就是好像靈脂就是覺得 好像很珍貴 然後很怎麼樣 那好多故事喔 對 說到靈脂 我要跟大家先分享一個圖 大家看一看這是什麼 這是豪大大雞排嗎 不是 這個其實最近 常常會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江西的廬山 那邊常常有人去挖 那種靈脂 人都這麼大塊 而且常常上金字紀錄 這個是最近出現的一個新聞 你看不要懷疑他就是靈脂 然後他居然有一個小孩的大 他大概75公分 這真的是真的是非常大 而且是破了一個金氏紀錄 在江西廬山那邊 那其實剛剛凱雲講到就是說 靈脂一般都會被傳說 跟什麼仙朝 千年人生 千年靈脂 出來哎呀呀 因為大家都要想他 大家記不記得白蛇娘娘的故事 白素貞為了要去救許先 他也是去採千年靈脂 可是說要千年靈脂 我今天來 我可是有做功課 那個我有去查過資料 就是說聽說那個靈脂 真正有效的 其實就是一種叫做 所以說現在很多廠商 都會拿它來 來作為體煉的一個成分 對 那如果就中醫師來看 你們會不會真的有病人 帶來問你們 那中醫點擊又怎麼看這個 好像很神秘珍貴的藥材 是 靈脂它其實是一種 多孔科的菌類 所以它就是長在 算是一種寄生 在一種闊葉木的一種菌類 那它就是一般我們中藥房 看到會是這種切片的 所以切片的話 它會像這個 一般的大香菇這樣 外面是比較深色 中間會有一個線跟裡面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真的 拿過靈脂來泡茶 完全沒有 這怎麼可能 超苦的 超苦 超苦的 這個苦味的來源 我們叫做三鐵類 對 就是一般說 會抗癌的三鐵類成 它有比黃蓮苦嗎 它跟黃蓮的苦不太一樣 黃蓮的苦是很久 就是苦完還是覺得嘴巴苦 嘴巴講不出來的苦 這種苦是那種像苦瓜的苦 可是它很香 它很香 對 但是你如果把它入菜或入雞 一片就可以讓你整鍋變成苦湯 對 所以它的其實就是 尤其是曬乾之後 它裡面的一些成分都是被濃縮 一般我們點擊講這個 靈脂是說它就是養生補元氣 然後就是提升免疫力抗老化 什麼炎年益壽這一類的 所以經常真的會有民眾 就拿那個很大朵的說 這個我們家增長很久的 是不是 對 應該要來 不要再留給子孫了 我是不是來給他吃一吃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已經木質化了 所以沒有用 已經就是展示了 所以你那個七十五公分的一個 對 所以它反而是不好的 但是這個我不太確定 因為它會不會是 剛挖出來的新鮮的靈脂 因為光看照片我們不知道 因為很大朵的話 它也會比較硬 可是如果是剛採下來 它的活性成分其實應該會比較高 我們可以去測 測它的多醣體 它的三甜類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可是擺在家裡很久 那個木雕上面的那一朵 一定是木質化 不要那些拿來吃了 這千年靈脂反而是不對的 千年靈脂反而 一點藥效都沒有了 其實基本上的確 我們常常會遇到那種 拿來傳家寶那種 但是你會發現上面 除了講到木質化 甚至有些已經發霉 那個霉不是我們講這種菌菇類 有的它會噴亮光期 還會再把它漆過 結果漆完沒有這個痕跡 我說你破壞了這個 這麼好的靈脂的圖案 要塗亮光期 所以這也是你不到中醫店去選的 就是中藥財店 因為真的我們不知道 而且再加上 我剛剛也才知道說 原來靈脂本尊是很苦的 所以其實現在拜科技所思 可以用萃取的 直接用吞的 可能就比較 試口性可能就會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 日夜溫差這麼大 十度左右 真的很容易感冒 所以像醫師 你們大概在這個季節 病患大概會增加多少 病患可能會多加 大概兩到三成 OK 現在趕快 剛剛醫師提供了一些好方法 不管是按核骨穴 或者說是 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的保養 或者蔬果菌菇類這些 都要把它吃到自己的身體裡面 然後當然要加上多運動等等的 把自己的金鐘罩給蓋好 健行我下次要檢查看看 要看你有沒有 回去我一定會猛按這個 沒事我就一直按 要按對 而且之後你要回來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是不是來參加我們節目之後 身體越來越好 而且我聲音會越來越響亮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 遠離感冒健健康康 又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了 在這個季節溫差特別大 觀眾朋友你是不是也感冒了呢 其實在預防感冒上面 營養師有幾個小Payboard 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一定要攝取足夠的白開水 一天至少2000CC 多攝取 富含有維生素B群的食物 像是牛奶 豆製品以及雞蛋 維生素C的蔬果也不能少 像是柑橘類 奇異果 草莓 以及小黃瓜跟甜椒 都是很好的維生素C的來源 除此之外 忙碌的上班族 可以利用一些靈芝萃取物 來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因為裡面還有豐富的多糖體 可以幫助我們調整便宜 以及改善過敏體質 還有有機者 可以幫助我們調節身體機能 以及酸甜類 都是很好的成分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在選擇這類的產品 也有幾個小Payboard 第一個就是要知名的大品牌 在把關上面才是比較嚴謹的 還有要有國家健康的認證 以及要有多糖體的一些成分標示清楚 我們在選擇上 在使用上 才會更安全更放心喔 請坐下 請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